激进的太空中突然爆炸声四起火光四射 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太空战争就此打响 辛吉温与联邦军在争分夺秒地冲向一个名为拉普拉斯的地方 据说这里储藏着一个名为拉普拉斯之盒的东西 这个盒子里潜藏着消灭联邦的力量 辛吉温想要借用它来消灭联邦 而联邦则拼命自保 双方都派出了各自最先进的集体 脑袋里装着像死而生的意志 而反战派的男主为了防止更多的人死亡 所以选择和联邦军站在了一起 他驾驶的独角兽高达全副武装 即将前往现场夺取拉普拉斯之盒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同样属于联邦势力的力敌少尉 竟然驾驶着爆丧女妖妖和男主的独角兽决战 之所以会这么做 只是因为他心爱的公主选择了男主而不是他 很快男主便出现在他面前了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立马便撕打在一起 他们的机体几乎是一样的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相差无几 可男主并不想和这个曾经的朋友拼个你死我活 希望他能够停下来 可他越是这样 力敌少尉便是越觉得被羞辱了 在情绪的带动下 爆丧女妖的毁灭模式启动了 集体的性能将会成倍的增加 不愿意与他争斗的男主 却无法控制高达之间的互相影响 也不受控制的启动了毁灭模式 两台全宇宙最顶尖的集体 都启动了性能拉满的毁灭模式 当双方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甚至连机体的颜色都变了 肩不可摧的护盾 甚至都被爆丧女妖的攻击打得一摇摇欲坠 就在男主怎么劝都劝不动她的时候 现在与男主站在同一阵线的玛丽潭 驾驶着沙蒂利过来了 他决定通过沙蒂利强大的力量 来牵制爆丧女妖 让男主尽早脱身前往拉普拉斯夺取盒子 在她的帮助之下 男主很快便逃离了爆丧女妖的追击 不久之后 男主便驾驶者独角兽来到了前线 他宛如天神下凡 刚一来到现场就是一顿乱杀 大量的急温机体在一转眼之间便被击碎 敌军机体的种类繁多 可没有一架能够与之抗衡 可就在这时候 急温的二把手出现了 他发射了专门为高达准备的浮游炮 他本想用机炮击碎他们 可子弹却在先前与爆丧女妖的战斗中消耗掉了 很快浮游炮便发射出光线对准独角兽 互相之间连接在一起 组成了像是牢笼一样的困局 让其无法逃脱 很快 独角兽便被控制得不能动了 集体的精神感应系统 也受到压制开始关闭 立马就失去了挣脱束缚的力量 成为了二把手的带宰羔羊